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奉劝侯友宜在国民党7月23号权贷坏之前 侯友宜自知之民希望你自己去想清楚 你真的不会赢 而且你这样的搞法 你会把国民党整个陪葬了 在7月23之前自我了断 告诉国民党 谢谢国民党的好意 但是你拒绝征召 你只想好好的做好新北市的市长 这样子恐怕才是侯友宜最好的一个 政治目前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关注这个频道 请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 谢谢大家 其实侯友宜当然现在看起来 好像就开始要迈向他的总统之路了 可是所有的民调就告诉你说 你不会赢 而你不会赢最核心的关键是 你根本没有扩张的能力 你连国民党既有的盘 你都守不住 更不要讲说 还把继续让自己去扩张 不要说什么泛男 你都拿不住 非律你也拿不住 而这个情况之下 当一只完全没有战力的母鸡 根本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时候 你只会踩死国民党那些小鸡 而国民党立法委员在板块上 30几席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被你这样一搞下去 整个国民党立法委员也会跟着陪葬 所以侯友宜真的要想清楚的是 你是不是该想清楚 自我了断 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现在很多人就开始说 侯友宜会不会是像去年的 县市长选举的零跟男2.0 答案 我告诉你所有民调 你就是零跟人2.0 因为你的出现 完完全全就是那种与社会脱节的 国民党党公职 权力欲望 权力确保的一个产物 零跟人也是国民党 在新竹市的所有的公职就说 对啊 我们就是要零跟人 但是出来之后 他的战力 他的状况 完全没有用 因为你跟这个社会情况 所以最后 而且事实上零跟人在新竹市的经营 还真的非常久 社会上新竹市对他有一定的认识 他都这样的惨败了 侯友宜 你自己到处都不熟 到处都不认识人 连李梅珍站在你后面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他已经要被国民党参选立委了 侯友宜 你凭什么参选 然后很多人就会说 侯友宜会不会是连战2.0 答案我跟你讲 你这样是对不起连战 连战当年2000年选差选到第三名 连战比你强 连战当然当时的连战 确确实实因为宋楚瑜出走 而宋楚瑜出走之后 所以最后连战就是国民党 会是第三名 国民党以为自己家大业大 没有 你就是第三名 可是连战没有侯友宜这么差 连战的资历完整 历练完整 事实上连战在当行政院长一路上来之后 国民党很多人才是连战发掘的 连战培养的 管你是马英九 管你是肖万长 江炳坤 刘兆玄 毛治国 吴伯雄 哪一个人 不是在连战的任内 给他当部长 有所表现 连战这个行政院长 是因为他的个性 他的太没有群众魅力 所以这些部长都很强大 可是那段时间 现在很多人回顾那段时间 叫做台湾的黄金时期 连战的不讨喜 连战的家产是一回事 连战做行政院长 他对国家政治的格局 尤其是他在外交上的一个国际上 拿得出去的分量 哪是你侯友宜可以比的 更何况 连战至少还有几个政绩 到现在为止 让我们深受其力 国民健保 这件事情 台湾的健保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羡慕 那是连战推动的 那是连战在当时的时候 很多人反对 很多人认为说 根本不可能的情况之下 连战力排众议 我们的国民健保 能够出走是连战的意志 我们现在还有国民年金 也是连战推动的 那你侯友宜 你除了吼吼做台起 跳针之外 你怎么跟连战比呢 所以不要拿连战 说是侯友宜是连战2.0 我虽然很讨厌连战 虽然不喜欢连战 这个样子都觉得侮辱到了连战 然后连战这个情况之下 当时的连战 就是国民党当时家大业大 党场到底多少钱不知道 这是百亿以上 有人说是上千亿 有这么大的力量 长期执政40年 寒根错节 全台湾从村长到部长 通通都是国民党 所以认为说国民连战出来了 应该会赢 但他没有群众魅力 在群众上对他的陌生 他对平常的时候 跟社会上的一个脱节 而这种脱节之下 最后就是宋楚瑜出走 宋楚瑜出走之后 其实当时的国民党 甚至于人民进党都觉得自己不会赢 认为宋楚瑜也不会赢 因为你没有组织 你没有派系 最后人会求生存 当你看到李连战到处去的时候 你的声望就是起不来 你的民调就是起不来 你的场子 其实就是很冷清的时候 一个一个的跳船 跳到最后 宋楚瑜就是第一名 事实上就跟肯可能就是将来的柯文哲 柯文哲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我受不了民进党 我不放心民进党 柯文哲就平白无故 收了很多就跟当初宋楚瑜一样 逼的最后是宋楚瑜是因为李登辉 出手了新票案 让宋楚瑜开始下跌 陈水扁开始爬上来 最后又是李远哲向上提升 或者是向下成人的临门一脚一推 宋楚瑜只输30万 而连战就是小三 就跟现在侯友宜 虽然你跟柯文哲 也许美丽岛电子报你是第三名了 有些民调互有成长 但是你侯友宜的民调就是往下走 这个趋势就是改变不了 你顶多就是跟柯文哲在打麻花 而且你毫无扩展能力 你怎么可能会赢呢 而且再过来是 你现在侯友宜你能够做什么呢 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是仔细地想说 好吧 那你现在要拼嘛 你要拼的话 你总是要展现对选民的诚意 什么叫做对选民的诚意 你国家如果是要交给你 你至少要有准备吧 你准备了什么 说人没有人 你的进种成立 还是你新北市的那一群人 而那一群人里面 谢政达你去路上问几个人认得 张其强几个人认得 那两个刚刚当写市议员的发言人 几个人认得 他们跟台湾这个社会 台湾有认知度 他们的一个情况有吗 然后你现在已经被国民党提名了 但是你对国民党有关 有连结吗 没有连结 你凭什么呢 然后再过来说 开始要去中南部去拜访 拜访虚应故事嘛 平常的我就喜欢讲说 如果你平常对国民党都不团结 你对国民党都不团结 国民党凭什么现在就要团结在你的身边呢 事实上国民党和侯友宜都有一个错误 而且邪恶的一个说法 说都是郭台铭害的 我们摊开民调来看 是郭台铭害你 还是侯友宜自己毁掉了侯友宜 国民党自己毁掉了侯友宜呢 其实侯友宜去年因为民进党讨了宴 民进党出了很多状况 所以呢 1126民进党大败 而在这大败之下 在那个情势之下 加上林志坚的情势 加上林家荣一条选台北市 最后丢去了新北市 那样的大家的反感之下 你捡便宜 你捡便宜 才得到了遥遥领先 你真的有人力吗 你真的是对台湾懂吗 现在台湾是全世界洞见关张 我最近去北欧旅行 北欧旅行跟当地的一些 台湾或是过去的1949前的中华民国 留下来的移民见面之后 他们还安排了一场跟北欧瑞典那边 法国的 德国的 瑞典丹麦的退休教授 六七十岁 请我去跟他们谈一场所谓的读书会 分享一下他们想要了解台湾 他们想要知道台湾 想要知道台湾的经济 为什么能够这么小这么强 想要知道台湾 为什么是一个海洋民族 跟中国的一个黄土地有什么不同 本来讲说谈一个小时 谈了三个半小时 我举这个例子不是在讲我怎么样 而是全世界这么关注台湾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一个总统 是能够让全世界那么在乎 那么关注这个总统 懂台湾 知道台湾 能够向全世界告诉你 台湾是什么 台湾做什么 你侯友宜什么都不会 你凭什么选总统 我坦实不来讲 跟那些外国教授 我当然英文也不好 至少还可以翻译 还可以跟他们对谈 你侯友宜英文就算比我好 你讲了出来台湾的历史吗 你讲了出来台湾的工业是怎么起来的吗 你讲了出来台湾 为什么是海洋民族吗 你什么都不行 你凭什么告诉全世界 台湾放在你手上是安全的 再过来你现在开始 所有要去中南部拜访 去见过去提到没有见过的人 人家就要帮助你凭什么 第一个 你有没有交情 你平常没有交情吗 没有交情你是干嘛 空手去去 两手相交 然后就说 我来了 我和友宜来了 你这个大佬就要帮助我吗 所以我会讲说 第一个状况 叫做动之以情 平常你跟这些人都没有交情 你都看不起他 他们 我到高雄来 是来抓坏人的 那你认为说 高雄那些地方逃郎 看到你 会觉得 我就要答应你 我就要挺你挺到底吗 挺什么 动之以情 根本没有交情 然后再过来 好了吧 睡之以理 你侯友宜 自己什么都讲不清楚 你讲不清楚之外 还在前面讲说 没关系 国民党智库 国民党智库帮我准备了28项政策 国民党智库真的有用 国民党也不会像现在一样 被全台湾人多数的看不起 国民党当年成立智库 在2000年的时候 因为意外 因为连战 而失去了政权 而失去政权的时候 当时国民党那些人 长期执政40年 那些长期执政的政务官 部长 文官 对于国家都非常鲜熟 他们也曾经是带起台湾经济奇迹 民主奇迹的一群 他们同时3000多个人失业了 连战成立了一个智库 希望他们的经验 希望他们的智慧 继续延续下去 所以第一代的智库 我承认能力很强 确确实实有很多 长期执政累积下来的 非常深奥的智慧 现在这种智库 像话吗 柯智恩 柯智恩 我从头也听过他讲几次话 也见过他好几次 他上去 我真的讲实话 以现在行政院 国家的层次 他当一个部会的教育部的专员 恐怕能力上都未必能够拿到假等 他是智库执行长 林涛是智库副执行长 平常找了一堆人 就开始讨论说 我有28项政策 别骗人了 写书面报告 不叫做能够解决国家问题的政策 要说写国家政策 总统政见 我也干过 我干过是什么 2003年204年的时候 当时的施明德 确确实实对陈水扁失望 确确实实也想要选总统 看在我是一个长期跑行政院 特别是经济建设委员会 内政部 农委会 科技部 国科会 这个比较全面的记者 请我帮忙 请我帮忙 施主席的建国方略 他在准备过程中 就比你胡友云认真多了 每个礼拜三场以上 三场以上 每一场四个小时 施明德全程在场 然后找了哪些人 除了找了一些 各个比较当时的 进步的年轻人 然后各大学的专业教授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 大家出来 然后施明德做笔记 讨论 才进行了半年 半年之后 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 其实现在都是大学里面的系主任 所长之上的教授 都有参与过 然后呢 当时的很多参与的年轻人 包含 现在在桃园的 苏俊斌 包含 当时找来姐曾经帮忙的 现在在我们国家防灾体制里面 常常被侦询的马斯元 都我们都一起参与啊 可一起参与之后 大家最后还是觉得 里面有很多美感 里面有很多政治 政策上 真的能落实吗 里面的很多的细节 很多的法规 真的能够熟吗 大家最后还是觉得 不行 治国家大政 不是写书面 你侯友宜平常完全没有准备 智库这一群蛋头 就给你了28本 你就说你准备好台湾了 你是把台湾人当成白痴吗 说之以理 你也做不到 那你至少去诱之以利吧 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诱之以利 郭台铭才有人力诱之以利 柯文哲才有人力诱之以利 韩国瑜才有人力诱之以利 韩国瑜虽然是 大家说他是草包 可是韩国瑜有人气 韩国瑜去造势的时候 就可以带来人潮 所以他至少会给地方上的人 觉得韩国瑜可以带来人潮 可以给我带来热气 可以带来选票 你侯友宜忍轻轻的 谁要帮你 你完全的连选票利益都没有了 国民党你也没有任何的利益 你也没办法 然后最后 威胁迫以威 如果你不听我侯友宜 党记主问 金门县的议长 就直接出来告诉你了 党记处分又如何 我走我的路 事实上 每个地方 我们不是威权国家 侯友宜最大的错误是 你以为台湾的政治体制 像你警察一样 一条边 局长说了以后 署长下令 局长就照干 下面的警察 没有人敢讲废话 没有这回事 台湾的人 每个人都是自主的个体 自主的个体 你们都会去判断 没有是说国民党提名 大家都该提你 你自己又没有准备 又没有诚意 周六日 才要下枪去拜访一下 拜访一下 你就有选票吗 如果没有的话 国民党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 开始去 跟柯文哲接触 想要去跟郭台铭接触 这个情况是为什么 不能怪他们 因为生命要脚道出路 如果跟着你侯友仪 小鸡一定会被踩死 完全没有胜算 他们干嘛要跟你呢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国民党你有什么能力 力挺侯友仪 侯友仪如果你自己 就是这么的空虚 自己就是真的没有准备 说好了 人家愿意给你一次 认为你是可以被 征召提名的人 你已经够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完全不行 真的完全没有能力 真的完全不可能赢 其实现在五月了 六月了 台风季要来了 现在整个新北市的枪声 86发了 快要跟台南的88发差不多了 如果你身边用来用去 也没有什么人才 也没有什么状况 你自己又没有什么魅力 你对于想当总统这件事情 根本没有准备 你凭什么 让2300万的台湾人 当你政治的实验品 不如之所进退 千万的善意的提醒你 7月23号 不要让全场有人喊出 我反对侯友仪 而是你自己说出 谢谢国民党拒绝征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